你好啊 在看影片之前 還請各位神手幫我點個訂閱 鈴鐺以及愛心喔 相信大家在玩傳說對決的時候呢 常常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屁孩的被動技巧 罵人 有些屁孩他就是沒技術 沒觀念 然後還會很無腦的亂罵人喔 而且有時候罵出來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聽喔 之前我常常檢舉隊友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惡意掛網 或者是說他故意送人頭 直到之前我發現了有一個選項 他是言語辱罵 但我想一想說對啊 惡意掛網的很多 故意送人頭的也很多 這兩項我都有檢舉 但亂罵人的也很多啊 為什麼我只有檢舉前面這兩項 第三項沒有檢舉呢 於是我就想要知道 檢舉對方罵人這個選項 到底有沒有用 就在前幾日 我的系統郵件收到了一封信 是我被舉報言語不當的警告 收到之後呢 我還是不死心的繼續做測試喔 當然測試的狀態 並不會針對某一個玩家 去問候他祖宗18代 這我可能會被擠喔 而我測試的狀態就是整場在那邊洗洗涼 或者我也有說我要測試 請隊友直接檢舉我這個項目 反戰呢後來我又繼續洗洗涼 後來呢我就收到了這封警告信 他說我在遊戲中有多次發言不當的行為 我要受到禁言兩天的懲罰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收到這個警告信 我第一次收到的時候是被禁言一天 那被禁言的時候會是怎樣的狀態呢 你在選角的時候你就不能講話囉 你打字按發送 系統就會出現說你無法發送訊息 因為你太多次嘴見了 所以被禁言 然後你的禁言時間他就會秀出來給你 但是如果你按系統訊息 比如說多開語音多交流 我打野我打輔助 這個罐頭訊息是可以送出去的 但是如果你要打字傳送你自己的訊息 就是不行的喔 然後禁言的範圍包含在遊戲中也是一樣的狀況喔 你要打字說話他就會說你已被禁言 這個狀況在排位或者是說5打5 3打3單挑戰都一樣你都是不能講話 看到這個狀況其實是蠻開心的喔 代表這個檢舉系統是有用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在之後遇到嘴炮的屁孩 還請大家勤勞的在遊戲的最後一同來檢舉他 也請各位多多把這次影片分享出去 大家一起手兼手消滅嘴炮屁孩 也歡迎各位追蹤我其他的社群平台喔 啊不說了我要炸地瓜球先去買地瓜了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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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